你到底要有自己的法律 但是有另外一個要請教我們交通專業 交通專業 旺益川 為什麼 因為這種人是這樣 柯文哲最近看到後來 因為他其實不太知道要提什麼政見 可是最近看到那個你提交通三界 看起來蠻熱的 他就來蹭你 蹭兩段式作轉 我坦白講 在阿川講之前 沒有一個總統候選人 或立委候選人在談兩段式作轉 你第一個講 你要取消一道跟二道的部分 But 各位能講一件事 說兩段式作轉 OK啊 我可以取消啊 但是什麼東西呢 我要禁止鑽車縫啊 阿川你說 這件事情有沒有鑽車縫 這是你二十幾年前的論文 你早就研究過 你早就研究過 這是不准鑽車縫就在旁邊 這是讓大家鑽車縫 停到前行停車格 你說鑽車縫才能夠讓行車效率變好 對 我們在談這個題目要分兩個 一個就是這一種 都市裡頭擁擠的路口 是 都市裡頭擁擠的路口 因為前面可能遇到塞車 遇到紅燈 汽車就一台接一台停下來 對 可是這時候的機車啊 他不可能停下來 機車就開始鑽 鑽 他把它鑽到最前面 我上次提過向前集中橫向發展 就是騎機車的行為 對 往前然後往左往右 停到最前面 通通把它放在最前面的好處 就綠燈一亮的時候 兩秒鐘這些機車都跑光 就這個嘛 對 就這個框框 對 所以我們現在在路上 每一個路口都有這個框框 當時我們把它取名叫 執行機車停等區 哦 然後因為在上面寫中國字啊 知道中國字的筆報都是直的 對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都是研究過 中國字的筆報都直的 我們的輪胎啊 Auto bike的輪胎啊 壓到直的線啊 會撇掉 哦 對 對 所以我們要 因為是這樣子嘛 那你Auto bike 這樣弄過去會滑到嗎 對 但汽車不會嘛 汽車輪子比較大 對 機車輪子比較小 所以那標記壓過去 下雨天一定滑掉 對 所以呢改成圖案 所以我們現在在路上看到 就是兩隻 一隻被壓死的蟑螂 一隻是那個腳踏車 有沒有 各位 接下來你進入口看 像不像一隻被壓死的蟑螂 就是 畫了那個圖案 對外國人也是友善的 因為你寫中國字 外國人看不懂 可是你畫那個圖案 在台灣騎摩托車的這些 不管是本國外國 他都看得懂 好 他就集中在那裡 這個的好處是 入口紓解效率會變很高 是 我講的是一般都市 因為汽車啟動比較慢嘛 我等紅燈 我就先打P檔嘛 我打N檔嘛 拿手煞車嘛 還可以滑手機嘛 然後變綠的 被後面扒嘛 然後把雞雞慢慢弄一大堆嘛 對不對 有時候剛開始還不小心說 它R檔還往回套嘛 對不對 那我都不然油門一吹就吹走了嘛 那因為這一個 經過調查 這一種汽車啟動的原字 我們叫Starting Delay 是 大概3到5秒 才會趨於穩定 就這個車流才會趨於穩定 是 那3到5秒的時候 前面那個機車已經跑光了 是 所以在效率上是這一種 停等區間區塊化 就是畫一個方格 讓機車鑽到最前面往前移動 效率是最高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如果不准鑽車縫的話 可能就長這樣 有人在這邊中間 那再來歐洲班就衰小 對 它明明一兩秒就可以走掉了 可是卻因為要等機車 汽車可能等3到5秒 對 反而讓整個效率變慢了 對 那如果全部讓他們鑽車縫 反正你不要弄到人家後召鏡 不能鑽就不要硬鑽 那麼全部都要打到前面 一律的一兩秒全部走掉 然後汽車再順著走 反而對整個行車效率更好 當然 那這個都是經過這個相關車流的調查 對 我跟你講 政府敢畫這一個框框 就是經過很多調查 是 那我在台南那幾年就拍了一堆這種機車的影片 各位看那個機車的圖案 那個就是我本人 怎麼弄的呢 各位知道這怎麼弄 現在電腦畫當然很容易 這是你本人 對 當年連那什麼illustrator都沒有 什麼小畫家photoshop全部都沒有 那這個怎麼搞 是 就是騎機車對不對 然後在那個高樓可能十幾層樓 拿一台照相機攝影機往下拍 往下拍就拍出這個圖案 你為什麼不弄個示意就好嗎 示意更難畫 你就弄個方案 那個年代就是你畫示意圖很難 所以那就是我本人的圖案 然後呢 汽車比較簡單 就在拍一般的 隨便從來側拍 對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時候畫圖 連那個線啊 各位看那兩段是左轉右邊 沒有左邊那個圖最上面 最上面右邊是有一條線不見了 對 就是我貼那一隻 那一隻機車的時候 把那條線蓋掉了 那個時候就技術很不好啦 好 簡單來講就是說 這都是經過 長期觀察的車流結果 政府才去畫了這個框框 那我請問政府 當時畫這個框框的時候 有沒有大力選擇 不用 不用 因為畫了之後機車就知道 自然就會停在這邊 可是停來這裡之後 後面再衍生了舉篇的碩士論文 什麼意思呢 汽車本來是不是停在停止線的旁邊而已 他現在往後退 本來是停這邊嘛 對 他現在是不是要往後退 退了大概將近一個車身 那退一個車身以後 如果他開車的人 還沒進到那一格 還沒過停止線之前 他就看到紅燈他該不該停 他如果停了之後 他車子就會掉在那一格裡面 對 常常會這樣 我有時候會這樣 對不對 那就是違規 對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要做一個研究說 我們的猶豫區間 我們要不要停有一個叫做猶豫區間 那猶豫區間會幾秒鐘 所以當我們亮黃燈的時候時間要變長 可以 我知道 看到黃燈你是可以衝跟可以停的對不對 所以讓那個猶豫區間的距離拉長 稍微拉長一點點 這個時候你就不太容易掉到那一個框框裡頭 所以紅燈就跟著一起同步調整 好 這個是關於這一個 那柯文哲最近在蹭這個兩段是左轉 他故事都聽一半了 我跟你講 柯文哲因為我上過他的家教 我上過他家教兩次 等一下什麼叫你上過他的家教 他2014年不是選台北市長嗎 那他什麼都不會嗎 你去幫他教他 我去當他的老師就是晚上9點上到10點上了兩次 OK 這種兩段是左轉 機車上國道 巴拉巴巴拉什麼 有的沒的 我都跟他講過 是 跟他爛爛就會說 他每次做事情 就把他聽著自我解釋完之後 自我催眠完 講出來就是完全就是一半 然後大部分都是錯的 對 對 所以柯文哲現在當然去 弄上了這個兩段是左轉的熱潮 我上次在節目講 一個車道讓他直接轉對不對 兩個車道讓他可以選擇 那三個車道就再來研究 要做動態評估 對就來評估說 機車應該是騎最裡面還是騎最外面 對 柯文哲前天就講說 那我們決定四個車道可以直接左轉 你乾脆講五個六個好了 這一種都是亂講的 你知道嗎 就是你沒有一個根據 不是啊 你四個五個車道 你歐羅漫在最右邊 你要直接左轉 你也是很強啦 五個車道直接左轉 就是跨過去 你知道衝突幾次嗎 十個 你看右邊那一個 右邊那一個的 右邊那張圖 左邊那個就是直接叫他左轉嘛 對啊 那跟對象跟同向的會有一堆衝突嘛 對你的衝突是六個耶 對 一二三 然後對象三個啊 對 所以 這個不是那麼簡單用民粹 用這個什麼駕駛者的什麼 講什麼 大家的權利不是這樣 處理這個問題就是用安全 是 用效率來談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是 當大眾運輸還沒有完整的時候 政府的工作 就是要讓騎機車在這個都市裡頭是安全的 對 這才是最重要 是 對我覺得這次我特別做這一題 就是要讓柯文哲知道 什麼叫做專業 什麼叫做卡後欄 好今天討論非常多的議題 如果喜歡我們政治讀新說話 每個都是晚上9點 追求收看